嗨 早安 看到我黑眼圈跟Saya的身影吗? 对 你们没有看到的苹果2022秋季发布会 我阿里要帮你们看完了 从半夜1点开始 2个小时的发布会 到差不多凌晨3点才结束 所以拍到来 剪到来 所以是早安 Anyway 这次发布的新品真的是好多啊 一共有 8个产品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们等了很久的iPhone 14来了 这个不是吧 这个是13 Pro 因为之前就一直有人问我说 诶 柯恩 你有没有拍这个 苹果发布会的懒人包影片等等的 我on你们 所以这个影片就来总结一下 这次发布会有什么新品 这边有时候也一起熬夜的吗 可以留个人给我知道 昨晚的我 not alone 不是 现在的我not alone 所以这次一共发布了4款手机 AirPods Pro 2代 Apple Watch Series 8 我们先从iPhone 14系列开始 一共有4款机型 第一个就是iPhone 14 iPhone 14 Plus 这个是继iPhone 8 Plus时候 又回来的Plus版本 iPhone 14 Pro 还有iPhone 14 Pro Max 它其实就是一个6.7寸大平板的iPhone 14 那为什么无短短会多一个Plus版本呢 其实这个就要怪iPhone mini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信错了 你们讲的鬼话 因为好多人都讲 如果苹果出了mini版本的话 我一定会买 结果 你们骗人 出来的销售成绩不好 所以iPhone就果断的决定砍掉了mini 直接推出一个大平板的iPhone Plus 意思是热点完全不用烦 到底要选什么size的iPhone 不用 因为要满你就选6.1寸 要满就是6.7寸两个吧 镜头方面的iPhone 14和14 Plus 依然是用着12MP 但是有了这个更大的传感器 所以低光表现会有所改善 芯片方面竟然用的是上一代的A15 Bionic 这一点就有点 嗯 iPhone 14和14 Plus都是支持5G和异信的 但是我刚才讲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版的iPhone 14系列 是没有SIM卡槽的 意思就是说 它们只可以用异信 但是马来西亚是还有多 那颜色选择上面有黑、白、蓝、紫和红色 马来西亚价钱也出了 iPhone 14 4197 iPhone 14 Plus 46997 接下来来到重头戏 iPhone 14 Pro跟14 Pro Max 经过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的12MP主镜头 它们终于升级了 直接一跳就从12跳到48MP了 那一起来苹果的12MP 就已经被拿来发各种Android手机吗 可想而知这次跳去48MP 肯定就是会引起烧动的 期待 期待神仙打架 从官方宣传影片可以看到 镜头模组变厚了 放在桌子上面 它会稍微吐一点点起来 也就代表说 算一代的手机壳 这代不能用的 从后背看哦 跟13 Pro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是一转过来 哪里的 这边有点 有点吓到 经典的那个刘海造型没了 现在变成了腰丸造型 怎样之前你们一直嫌弃刘海的人 比如说打电话的时候啊 语音啊 或者是耳机配对 然后重点 有个挺好笑的事情 就是iPhone 14 Pro系列 终于有Always On Display 故事给我讲中了咯 而镜片上面要用了最新的A16 Bionic 所以可以总结一下哦 这次的iPhone 14系列 可以用屏幕尺寸 刘海还有处理器来区分它们 iPhone 14 6.1吋 刘海加A15处理器 iPhone 14 Plus 6.7吋 刘海加A15处理器 iPhone 14 Pro 6.1吋 用的是最新的A16处理器 加Panel多刘海 iPhone 14 Pro Max 6.7吋 A16处理器加Panel多刘海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Apple一贯来 都不会在同一个系列里面 用两代的处理器 但是这一代它用了 A15跟A16 A15比较成熟 A16就可能 呃... 新 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这次iPhone 14全系列都增加了 一个传说中的绝绝子 听说是一个很绝的紫色 增机我现在没拿到啦 但是从官方的宣传片来看哦 我发现iPhone 14 跟iPhone 14 Pro的紫色 是两个不同的紫色来的 14是比较浅一点的 14 Pro是比较深一点的 但是这一切还是要等到 拿到增机才可以看到啦 我自己是有点怕那个暗紫色 会翻车 其余的话还有原本的颜色就是 黑色金色还有银色 一共四个人色 马来西亚售价 iPhone 14 Pro 52997 iPhone 14 Pro Max 57997 接下来发布的就轮到手表了 我没有想到这次Apple Watch 一共出了三款 一个是Apple Watch Series 8 一个是Apple Watch SE 2代 还有一个Apple Watch Ultra 我真是没有想到Apple Watch 突然蹦出一个Ultra 先讲Apple Watch 8系列 外型上面跟前几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屏幕有大一点点 但是有新资了三个新功能 第一 体温传感器主要就是监控体温的啦 手表会每隔0.5秒采取手腕上面的8个温度样本 我感觉这个功能是为了在Covid期间而推出的一个新功能 第二 女性生理周期管理功能可以追踪女性的排卵期 排卵期 排卵期 我感觉Apple Watch现在要开始M被孕的女生了 但是呢还是有一点挺好的 就是Apple Watch就是它有家中饮食 生理周期的这些数据 全部都需要密码或者是Face ID才可以看到的 第三 车祸检测 就是当你有剧烈的碰撞的时候啦 手表会检测到 然后自动去automatic联系 紧急联系人 最上一代的时候它是一个跌倒检测 这次更厉害了 直接给你来一个 车祸检测 不是不是 房车祸 哪里有房车祸 虽然方面的Apple Watch 8系列可以连续使用18个小时 而且这次Apple有点佛心 就是Series 4以上的全部都可以升级到WatchOS 9 然后可以启动低功耗功能 也就是更省电啦 Apple Watch 8系列有铝合金 还有不锈钢板 一共有7种新配色 然后Nike版和Hermes版也有出新的表带 马来西亚售价1899块就买到 接下来就是Apple Watch SE二代 这一个也是有点surprise 因为距离上一次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相信以为Apple要放弃SE系列了 SE同样配备有S8的芯片 也有车祸检测功能 有银色灰色还有星光三个颜色 它反正就是一个低配版的BAR系列 所以价钱也会更便宜 所以马来西亚价格就是1199 它很便宜嘞 最后就是Apple Watch Ultra 为什么叫Ultra呢? 第一它评估更大 第二它用的是Titanium外壳 比起Normal的Apple Watch的铝质跟钢质 Titanium是更加坚固了 可以叫坚固吗? 因为Titanium就是比较抗花抗衰吧 它是为了更加剧烈的运动而生的 比如说潜水 比如说攀岩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更剧烈的? 骑摩托 左表侧面也有跟BAR系列有不同的design 从照片上面来看的话 它的表观是有点沉进去的 而且它也有做这个防止脱扣的设计 专门是为了防止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不小心脱掉 而且它有军规认证 左表侧边有增加一个新button 叫做Action button 是让你customize你自己喜欢的运动功能 而且还特地做好Action 色 表盘有各种专业的数据 有夜间模式 最量可以到2000nits 如果你是爱剧烈运动的话 这款手表就应该拿不了了 这款手脚 手脚 手脚 真的是夜了很乱属 你开始讲话胡言乱语 这款手表价钱就比较贵一点 3799 而且还可以潜水到40米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广播讲的 好像是裸机都可以 接下来就是二代的AirPods Pro 同样也是三年之后终于更新了啦 新一代的AirPods Pro还用上了H2芯片 全新的 除了降噪能力有提升 也支持Auto透传模式 就是可以根据周围环境 自动去调节这个降噪效果 有一个功能你们期待很久了 就是手动去滑这个耳机 去调节营量 AirPods Pro二代终于有了 有一种 唉 我终于得着了 虽然方面 充一次电可以用6个小时 配合充电盒的话 可以用30个小时 比上一代提升了33% 马来西亚价钱 跟上一代一样 1099 那这次发布会有提到最新的 iOS 16啦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 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 我已经拍了的 看了之后 你们最想买的是哪一款产品呢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到底是iPhone 11 还是14 Pro呢 之后如果我是有买到 有测评的话 我都confirm会分享给你们 你们要等我 OK 现在报时 3点45分 OK 我要准备去回家 洗洗碎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收工回家 很累 很睡 最新的iPhone 16 我订有壳 什么壳 我订有Rhinoshu的壳 它有了啊 我已经订了 我已经订了 我已经订了